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缅甸第二特区瓦邦 位于缅甸东北部分南北两个地区首辅在邦康 在部落级战争时期瓦邦战火纷乱 毒品泛滥人民流离失所 穷困无望 弱小的民族面临着生与死的艰难考验 1989年4月17日 为结束瓦邦灾难深重的命运 以赵尼莱抱有祥为首的瓦邦优秀儿女 率领军民放弃武装斗争 主动与政府达成停战和平协议 从此瓦邦进入和平建设时期 417 作为瓦邦历史上崭新而伟大的里程碑 记载着瓦邦这个因贫穷落后 而备受歧视民族为生存而奋起的历史壮举 他所带来的宝贵和平 给瓦邦带来翻天覆地的发展与变化 因而得到全邦各族人民的积极拥护与权力支持 并将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瓦邦儿女 热爱和平建设和平发展和平 团结一心 不畏艰难地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根据瓦邦联合党中央的统一部署 一战区负责承办 庆祝瓦邦和平建设23周年庆典活动 为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一战区468旅党委和蒙波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全面动员周密安排 468旅政委报三嘎 蒙波县委书记田永新 468旅旅长 蒙波县长 李爱书等领导亲自督办 一战区全体居民全力投入 确保各项筹备活动顺利进行 在瓦邦联合党中央的组织领导下 为办出一个规模大 并且具有影响力的2012年417活动 一战区居民克服时间紧 任务重 经费高等困难 在全帮其他地区居民的积极配合支持下 发扬能吃苦 能战斗的优良作风 相互支持 相互配合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齐心协力的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为2012年417庆典417圆满完成 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2012年4月10日上午 青山环抱的猛波天蓝地绿万众聚集 庆祝瓦邦和平建设23周年庆典活动 打开序幕 全邦各队军民代表 关心和支持瓦邦发展的 中国云南省禁都委 苍原县 蓝苍县 孟连县 西蒙县 缅甸第四特区以及各单位 企业团体的代表 道场参与和祝贺 道场参与军民 共5万人 为缅怀烈士 鼓舞士气 4月11日 一战区旅党委 在新洛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 举行纪念活动 隆重纪念瓦邦联合军468旅 为瓦邦民族革命与和平建设 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 瓦邦联合党副总书记 政府副主席 萧明亮 联合军副总参谋长 一战区总指挥 再三 政工部副部长 李玉成 468旅政委 报三嘎 468旅旅长 蒙波县县长 李爱书 县委书记 田永新 468旅副旅长 赵爱亚 蒙茂县副县长 李俄南 蒙波县常务副县长 李爱三 县委副书记 陈勇 县委副书记 赵老张 政协主席 赵和明 副县长 李三板 以及军校学员 蒙波县各级领导 各校师生 及群众代表 参加纪念活动 战士们 首先向天门枪 以枪声告慰烈士英领 继而敬献花圈 第一战区 468旅党委 全体直战员 办公室 作战处 蒙波县委先政府 各族群众代表 各校师生 及少先队员代表 以一向革命烈士 敬献花圈 表达对革命烈士的 崇敬之情 和无限哀思 全体人员 向革命烈士 默哀致敬 468旅政委 爆三嘎 蒙波县县委书记 田永新 分别致辞 缅怀瓦邦联合军 468旅 为瓦邦革命 与和平建设事业 光荣献身的 革命烈士的 奉公伟绩 高度颂扬革命烈士 为民族振兴 所付出 宝贵生命的 崇高精神 在回顾革命烈士 为争取瓦邦当代 和平建设发展 所付出 无私奉献 和英勇奋斗中 寄托对烈士 无限的哀思与敬仰 致辞号召 在瓦邦联合党的 正确领导下 瓦邦人民 要珍惜今天 这来之不易的 美好生活 铭记 历史教训 继承 烈士意志 团结一心 攻坚克难 为了民族的 振兴于发展 继续把伟大的 和平建设事业 推向前进 为瓦邦地区的 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人民幸福 而继续 努力奋斗 为缅甸国家的 全面和谐统一 与进步发展 做出 积极贡献 4月15日 一战区 蒙波县 以庆祝瓦邦和平建设 23周年为契机 召开商务合作洽谈会 来自境内外 8个团队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的领导有 瓦邦联合党副总书记 政府副主席 肖明亮 财政部部长 鲍有良 政工部部长 严生炳 农业部部长 鲍华强 副部长 亚苦 建设部部长 陈锡邦 468旅政委 鲍三嘎 468旅旅长 蒙波县县长 李爱书 蒙波县县委书记 田永新 常务副县长 李爱三 副书记 陈勇 赵老张 468旅办公室主任 赵爱相 蒙茂县 副县长 妮尼拉 会议 由蒙波县办公室主任 李爱君主持 洽谈会上 瓦邦联合党副总书记 政府副主席 肖明亮 发表重要动员讲话 感谢各位 出席瓦邦和平建设 23周年庆典活动的 各位来宾的同时 热忱欢迎大家 来猛波投资发展 表明 瓦邦目前还处于困难时期 需要各方援助与支持 希望有能力 有意愿的外商来投资 瓦邦政府 保护各位投资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提供优惠政策 最终实现投资者发财 瓦邦发展的共赢目标 猛波县委书记田永新 4686旅长 县长李爱书 分别介绍猛波县社会状况 区位优势 建设规划 投入预算 优惠政策等情况 猛波县气候温润 土地肥沃 适合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 同时 也通往瓦邦南部地区 缅甸政府和东南亚的重要通道 区位占优势 发展潜力大 被定为瓦邦第五个五年计划 经济文化开发重点区域 2012年以来 按照瓦邦中央 引进资金 引进人才 引进技术对外开放政策 猛波县委县政府 启动大规模大投资开发建设工程 加大人才 技术资金和项目 引进工作 努力加快 猛波县各项建设步伐 两位领导向与会者 概述城镇规划建设 再建容量6000至12000千瓦水电站 南卡江下段再建万亩橡胶林 猛波区东爬乡5000亩茶园 鹤岛和猛平万亩甘蔗种植等项目 规划和实施情况 提出猛波将加强文教卫生事业建设 建立县医院设立区乡诊所 建立及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万人综合性学校计划 为打开猛波这扇瓦邦南大门 猛波已经启动及住宿 饮食 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 金三角旅游度假村 猛波县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抓住发展的新机遇 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团结拼搏 投身建设 在平等互利 诚信合作 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我们热情欢迎国内外广大工商界人士 到猛波来考察调研 投资开发 明日的猛波将犹如一颗 然然升起的璀璨明珠 镶嵌在神秘而美丽的金三角腹地 成为瓦邦重要的经济重镇与开放窗口 商务合作洽谈成功签订八个项目 亦向达成招商引资资金十二亿元人民币 除了开幕式主题活动和文艺演出 活动筹备会还安排了 以篮球 乒乓球 拔河 田径等项目为主的 群众体育比赛活动 激烈竞技 展示风采 节日期间 青山环抱的猛波新军校 天天有赛事 日日出精彩 裁判员公平公正 运动员相互尊重 相互学习 比思想 比作风 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展示和平时期瓦邦人民良好精神面貌 各项比赛在众多势均力敌的参赛队之间 每个队的参跑队员都贫力赛跑 争分夺秒 最后 618旅代表队用时1分55秒01 获得第一名 猛冒陷代表队用时1分55秒95排第二名 第三名是邦康特区代表队用时1分57秒35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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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